全國政協副主席,前特首梁振英日前公布大南郊野公園邊垂地建屋更多細節,包括只改劃70公頃用地,興建2.5萬個500呎居屋單位,以成本價每呎6000元出售。年輕人怎麼看?他們對新社區規劃又有什麼意見呢? 香港的住屋問題都很迫切,所以多一些地方可以建一些住所,我覺得對市民都是好事,主要是交通和一些無障礙的設施,可能傷殘人士甚至乎是老人家,如果有這些配套,其實對於他們出入都是方便,所以如果是發展一些新的地區的話,我覺得在一些交通配套上是有一個很長遠的規劃。 可以解決到現在不夠房子的問題,其實可能新街有很多地都還沒用,所以如果建大南郊野公園那邊應該好,我覺得。 例如運動場、商場、公園等,可能要放多些巴士站在那裏,大一些可能會考慮,因為空氣好。 CY的方案還包括預留3.65公頃土地,興建低密度的老人院,被過千位長者入住,年輕人又有什麼看法呢? 現在那些老人院的問題就是可能一來就太逼,可能沒有醫生的,但如果你說現在是有個醫生是長期可以住院在那裏,那可能會好些。 市區感覺上好像比較狹窄,即是很局促,所以如果住郊區的話,一來對他們身體可能有多些活動空間給他們。 現在始終輪候院舍的時間都很長,那如果你說遠舍的話,其實都是說一些交通配套,我覺得是可以做一些規劃,或者是諮詢民間,多一些可以和市民的參與。 可能會選遠一點便宜一點,我覺得一個舒適的環境和價錢都是我考慮的一個項目。 是會比較越來越多的,即是現在60歲以上的年齡,我覺得那個需求是有在的。 如果我去到老人家那個年紀,我就不會選擇這麼繁忙,或者這麼人煙囂物的地方。 我爸爸都要面對這些問題,你要多些時間給他,有人聊天,有物理治療,有一運動做一下,適量的運動,他們的身心就會健康一些。